大家好,我是Fairly 小朋友,你們認為被動物門搭交通工具是否一個好選擇呢?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本很有趣的故事書 書名是《你絕不能帶大將上公車》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你絕不能帶大將上公車》 你們好,今天我會告訴大家 究竟你們不能帶你們的大動物去做甚麼和為甚麼 我現在就會舉些例子給你們聽 例如你絕對不能帶大將上巴士 因為大將只會令大家覺得照吵不安 還有,一隻大將這麼重,這麼巨型 他微微一靠近巴士,或者想蹲進去的時候 巴士已經被他弄翻了 即使他上車也好,他的屁股又大又重 一定會把座位壓到又扁又平 還有,不只一個座位,是全部座位 你也不可以讓猴子坐在購物車裡 最好就不要帶他們去超市 因為那些猴子很頑皮 因為那些猴子很頑皮 他們會當超市好像一個遊樂場 看到你的購物車滿滿的 就會很開心地搶奪 或者拍打來買了的東西 即使你不介意那些東西破壞也好 還有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就是你弄壞人家的東西 例如弄壞果醬 或者弄壞水果的話 就一定要賠錢的了 所以,如果你外出去買東西 或者去其他地方也好 都一定要把猴子留在家裡 不知道你有沒有養老虎呢? 記住,你不可以讓老虎坐火車去旅行 你仔細想一想 那些又睏又醒醒的乘客有多痛苦 如果他們一個不小心 把東西倒在老虎上 再壞就入法不可收拾了 還有,什麼你不知道 老虎天生就是應該又喊又跳了嗎? 你應該放牠在外面 然後指令牠跟著火車跑 這樣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去外面旅行 見到的士上的司機是一隻海豹來的話 你千萬不要揮手叫停牠 因為你如果上了車 就生命難保了 因為牠的鞋就滑滑滑滑滑的 根本沒辦法好好地捉緊個方向盤 這樣一來,駕駛的士就會滑行前進 如果要轉彎 或者要駕駛進一些比較多樹的地方 你不是被人搖到公路上 就是卡在樹林上出不回來 你又覺不覺得穿著流冰鞋的蜂蜂好奇特 我就覺得了 雖然牠是這麼特別 但是你想一下 牠一百隻腳 可以走得又快又遠 但是要穿上這一百隻流冰鞋 可能就要用一個世紀 又就是一百年了 你可能都沒那麼長命了 況且你要穿那麼久 蜂蜂一定會沒有耐性 就會令牠火氣又大又生氣 到時環衝直撞 不小心撞到你 撞到你 你可能還會滑倒 還有還有還有 這件事我不提你們 就真的不行了 絕對不可以把駱駝放在帆船上 一個不小心 駱駝就會失去平衡 我猜牠的背部和腳 一定會把船 倒轉了然後向下沉 到時你可能都沒命了 因為你在船底那裡 你就算帶著多少浮具都沒用 因為船已經完全套住了你 你想不想帶你的長頸鹿去旅行 你要想一下去旅行要坐什麼 是要坐飛機 但是你更加不可以帶長頸鹿坐飛機 一 飛機不夠高 沒有理由在飛機頂上開個洞 讓長頸鹿新條餅出去 第二 牠的腳都很長很長的 難道又是窗那裡開個洞 讓牠抵出去嗎 這樣還會影響飛行的 如果你讓牠坐在飛機裡 簡直是大錯特錯 還有 你千萬千萬不能讓鎮魚去踩單車 你想一想 仔細地想一想 鎮魚根本就沒有屁股可以坐在單車椅上 還有牠本來應該住在海裡 即使牠可以上到陸地 牠也有騎 就不可以穩穩地鎮緊的單車 還有沒有腳都踩不到腳踏板 你又叫牠可以怎樣前進呢 至於在滑板上面的豬 我想你還是最好不要這樣做 因為這個又是另一個大錯誤 那隻豬一定會過重 你沒理由在郊外捕一隻豬回來 正常來說都是在農場裡面找一隻回來 但是農場裡面的豬 好吃好住 一定有肥有重 到時候你的滑板可能會壞 如果你說我的滑板已經很夠了 不怕壞了 我就讓那隻豬試一下 這樣也不行 因為牠的豬蹄會冬到很細壞 捉到捉不住滑板 這樣下去的滑板一定會反轉 即使滑板沒有反轉 沒有壓爛也好 萬一一落斜路 豬蹄又捉不住那塊滑板 它就會像一個巨型的波 巨型的氣球一樣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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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平地了 到時候 想起也會痛 而且我才不會讓河馬坐進熱氣球裡面 我管理也不會上了 你想一想 熱氣球的攬這麼小 空間根本不夠一隻河馬 即使足夠 它都應該不會飛得起來了 加上即使飛得起 河馬的重量 它應該抵受不住了吧 飛到半腔就 砰砰砰砰 這樣掉下來的了 還有這一點我要提醒你 喜歡雪糕 喜歡雪糕 喜歡雪糕車 或者喜歡熊的朋友都一定要留意 你絕對不可以被熊靠近雪糕車 因為你被它靠近的話 喜歡熊的朋友就應該會遭受到很嚴重的效果 因為熊會弄壞了整架雪糕車 令到你要補償很多很多 喜歡雪糕車的你 要注意 由熊過來 你就要馬上洗走 不然的話 熊會用最快最快的速度 狼吞苦焰感 雪糕全部吃光 雪糕桶 所有配料當然不例外 如果你夠膽阻止它 我就真是很佩服你的勇氣了 但是這樣它一定會大發雷霆 一隻很生氣的熊 哼 誰都不夠膽惹它 你夠膽走過去的話 後果一定會是件好事 萬一的動物 我問你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去旅行 我們到底可以搭什麼 什麼才是我們最好的交通工具 我們根本想不出 你們什麼都不給我們 如果他們這樣問你的話 我就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也很冒險 我告訴你們 你們又覺得怎樣 我的想法就是 讓動物一起坐過山車 這樣它們在上面的樣子 一定很滑稽 這樣一來 大家都有自己的座位 不論好像猴子那麼小 還是蠟瓶那麼大 長頸樓那麼高 都有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和滑板車 熱氣球和巴士說聲再見吧 動物們 現在你們找到自己適合的交通工具 沒有 大家一起坐穩 過山車 又高又低 很刺激 咦? 豬仔 你不如快點和大家一起玩過山車吧 你繼續這樣玩滑板下去 很快就會出事的了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